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现如今汪精卫清楚自己即将撒手人寰 独留妻子女儿在这世上背负着自己造下的骂名 心中更加难过 看着陈碧君担忧的表情 我现在要立遗嘱这句话 对于汪精卫来说简直就是如梗在喉 思虑再三汪精卫还是不忍刺痛 妻子本就最弱的神经 她让妻子拿来纸笔只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要口述一篇文章 尽管陈碧君此时心中充满了惊疑 但她还是照做了 当她拿着纸笔趴在汪精卫的病床前 看着躺在病床前连喘气都十分困难的丈夫 她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 看向妻子的汪精卫又何尝不是如此 可自己大献将至 已然无法再守护妻子儿女 现在能做的就是立下遗嘱 为他们的将来搏上一把 直到汪精卫强忍着双重悲痛 艰难地说出标题最后的心情 这句话时陈碧君就算再愚钝 也明白了丈夫此刻的意图 这和立遗嘱没什么两样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哭着扑到了汪精卫的身上 61岁的年纪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 实在是算不上长寿 甚至可以说是红日当头的时候 哪怕现在汪精卫躺在病床上 陈碧君也相信 凭借着日本方面高超的医术 即使汪精卫的病情暂时没有好转 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走到立遗嘱的份上 只见汪精卫躺在床上 紧闭着双眼 回忆着自己充满荣辱的一生 过了两久汪精卫口述到 余年俯若冠 既追随先总理 现身党国 赤臣威劳国人共建 话音刚落 无论是急速喘息的汪精卫 还是直笔的陈碧君 都是泪流满面 尤其是当汪精卫 回忆起那段追随革命 誓死报国的经历时 更是心乱如麻 思来想去 汪精卫还是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极和平建议为蒙采纳 乃亡命重庆 继欲南京 交涉东洋 祖府还都 皆不得已之手段而已 当汪精卫用尊严和国家主权换来的伪政权 即将清他 他也终将遗臭万年 当他再次和尚双眼 回想着傀儡半生时 除了心中苦楚 还是想告诉世人 他和日本勾结 无非是为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 是为了洗刷 列强百年如我之仇 可是汪精卫曾做的那些事 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相比 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任他怎样开脱 也不会被国人所原谅 话已至此 汪精卫却还没打算停口 而是继续想着托词 让陈碧军加以记录 可就在这时 警报声大作 美军的飞机正在向陆地发起突袭 惹得汪精卫所在的四楼病房的天花板 沙沙作响 这一天也宣示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 尤其是在中国战场上不断吃鳖 就是这样的转变让汪精卫的性命 一下子变得重要了起来 可是原本身体就已经十分虚弱的汪精卫 哪里还经得住这样的惊吓 刚刚被转移到地下室中就发生了休克 受到日本军方命令的医院 只能马上对汪精卫进行救治 当汪精卫苏醒过来时 才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像冰窖一样的地下室中 此刻他就像是一个大险将至的老人 抓着陈碧君的手 回想着曾给孙中山先生代笔遗嘱的那一天 那时也像今日一样寒冷 却并没有冷得如此刺骨 在他看来 还真是不知道去哪里再寻希望了 看着精神涣散的汪精卫 陈碧君崩溃大哭 又有谁能体会他现在的心情 他想让汪精卫活 亦想和他在一起 无论背负多少骂名 只希望能和汪精卫并肩而立 可汪精卫却服了他的意 仍旧强迫自己打起精神 继续让陈碧君记录遗嘱 现在世朝险恶 日方将败 凡我同志 务须与日本友人 溺水行舟 何中共计 此话刚一脱口 汪精卫便猛咳不止 这些年来 汪精卫饱受糖尿病 心脏病等各种折磨 如今动完手术 又添了肺炎的毛病 饶事正常人都扛不过去 陈碧君再也写不下去了 他苦苦哀求着汪精卫休息 可汪精卫哪敢就此闭眼 他只能双眼紧盯着天花板 开探着自己的一生 无论是对是错 亦如过往云烟 他现在只想回到中国 夜落归根 他不想死在异国他乡 更不想死在 这阴森黑暗的地下室中 可是汪精卫 还是没能熬过这个 寒冷刺骨的冬天 在地下室中 待了一夜的他 发起了高烧 即使医生奋力抢救 也没能从死神的手中 将汪精卫拉回来 11月10日下午40分 汪精卫在抽搐了几下后 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这个汪伟国民政府主席 中国头号大汉奸的生命 就此走到了尽头 一旁哭得撕心裂肺的陈碧军 即使再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如今也只能想办法完成汪精卫的遗愿 汪精卫临死前立过遗嘱 在他死后要葬在中山林旁边的梅花山上 与伟政府官员进行商议后 由日本天皇奖励给汪精卫的汉奸号 承载着汪精卫的灵鹫 还有他的家人回到了中国 在梅花山上 陈碧军等人特地为汪精卫修建了一座陵墓 无论是葬礼还是墓地 都是极尽奢华 就连图案都是仿的中山林 甚至为了保护汪精卫的遗体完整 不受打扰 陈碧军还特意将五吨碎钢块 交注在了混凝土中 祈祷着能用这种方式 使汪精卫死后得到安宁 可汪精卫下葬在中山林旁边的消息 传到民众的耳中时 当即引起了名分 他们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接受 这样一个大汉奸葬在南京 还是葬在孙中山先生旁边 这简直就是对遇难百姓的侮辱 随着名分越积越深 蒋介石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派人将汪精卫的墓给炸开 这时距离汪精卫下葬 只过去了十个月的时间 当人们将汪精卫的金丝南木棺材盖打开时 人们发现 汪精卫的尸身在防腐措施的保护下 腐烂程度并不高 身着青色长袍马褂 头戴大礼帽的汪精卫 就那样安静地躺在棺材中央 身上还盖着一张青天白日旗 在他的马挂里还翻出一张略微泛黄的三寸长小字条 上面字迹工整地写着四个字 魂兮归来 这是陈碧君为汪精卫写下的 和汪精卫的遗体葬在一起 就是为了能够使汪精卫 远在日本他乡的魂魄能够早日归来 他不希望丈夫死后也是孤孤单单 也全当算是圆他一个念想 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汪精卫的遗骸被取出后 直接就送到了清凉山或葬场的焚尸炉里烧掉了 就连汪精卫的骨灰也随风而去不知所踪 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到底是落了个挫骨扬灰的下场 而陈碧君也并没有如汪精卫所想 在他立下遗嘱后就能脱罪 在经过公正的审判后 这名女汉奸也得到了无期徒刑的惩罚 将在监狱中度过忏悔且苦痛的一生 汪精卫与妻子陈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 除了第五个夭折 其余都很长寿 汪文兴老人已经95岁了 他生活在法国 王精卫在辛亥革命成功后 与陈碧君结了婚 他不肯当官 说推翻了帝制应该好好学些建设本事 夫妻俩与几个反情生死之交 一起到法国留学 1913年春在那里生下儿子 1914年底又生了老二 即汪文兴 汪文兴是个早产儿 生下来只中三磅 医生认为他随时可能夭折 后来王精卫夫妇回国协助孙中山 投入到跟袁世凯的较量中 看护女儿的责任就交给了王精卫夫妇 一同到法国留学的方君英增醒 王精卫最信任的人就是方君英增醒这几位 方君英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数学学位的妇女 增醒是方君英四哥的遗孀 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 他们三家关系密切 王精卫长子名为文英 就是为纪念方君英 而王文兴的得名 则是为纪念增醒 在他们的照顾下 王文兴不仅没有夭折 后来还出奇地长寿 迄今身体健康 拄着拐杖到处走 经常出现在华人社区的各种讲座展览上 随身的提包里 总是放着一本红楼梦 她的性格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镜头 年过八旬时居然还敢骑马 比她小一岁的丈夫何孟恒 本来身体更好 直到92岁 才在晚辈的苦苦相劝 甚至软硬肩失下 放弃了自己开车 2017年因为胃部动了手术 才不得已坐上了轮椅 1934年 王文兴和何孟恒订婚 1939年 两人正式结婚 抗战胜利后 他们在香港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 先是办了一个小花卉农场 何孟恒是精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 对于怎么让植物生耕 抽条开花 他有足够的本事 他俩回忆起那一段芬芳四溢的日子 还一个静得乐 伯伯俩生了三个女儿 最初 王文兴在家相夫教女 帮着料理农场事物 直到第二个女儿大典了 才出去学缝纫 这倒符合古话所说男耕女之的境界 然而现实严峻 农场连年亏本 只好卖掉 何孟恒在小学教过英文 到香港人口登记局 当过办理补领身份证的小职员 晚上则翻译英文小说 赚几文 稿费 还曾失业了十个月 王文兴后来毕业于香港教育司教育训练班 在多所私立公立小学任教 1970年退休 这个家庭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 直到何孟恒去香港大学职务系应聘 找到了与所学专业对口的饭碗 才算安稳下来 1981年 何孟恒退休时 三个女儿已经先后赴美国留学就业成家 于是老两口也来到美国定居 一皇一二十多年 汪文兴夫妇还定证了汪精卫五个子女的准确信息 以扩清时下种种失真的传言 长子汪文英 1913年出生 曾留得学习政治经济 后在汪政权军事委员会第三厅 担任军需处长 现居美国加州 长女汪文兴 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 曾在香港多所小学任教 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 次女汪文兵 1920年出生 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 后在印尼隐居当修女 三女汪文勋 1922年出生 早年为父亲整理文稿 曾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 2002年并故 次子汪文涕 1928年出生 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 多次应邀回大陆开展合作项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订阅点赞与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